喜欢电视剧繁华的朋友们注意了 电视剧繁华出了护语重制版 这个版本在很多地方进行了调整 据我得到的消息是 很多地方的颜色色调都调整了 有一些读音的问题调整了 之前我说过像那个 有一些词读的不对 专门把爷书 把有本唱老爷子都叫回来 修改了读音 剧主一直在秉持着王家卫导演 一贯精益求精的精神 把它塑造成一部完美的杰作 应该是在前天还是大前天 在腾讯新的护语版本已经上线了 如果大家没看的话赶紧去看 然后这个版本提醒一下大家 不要开真彩视听 你直接开4K高清 因为真彩视听这个功能 会对有些画面有调整 不是最好还原出来的效果 所以你要想看到剧组 重新调整的版本 最好的还原就是4K高清 大家去平台上去看一下 4K高清重制版的 繁华在大年初一 晚上播放的央视电视剧盛典上面 拿到了很多的大奖 年度大戏 然后胡歌 唐岩 马依丽 董勇 耶稣 拿到了一堆的大奖 充分说明现在总台 对这部片子的重视 现在也有了确认的消息 繁华将会有电影版 2024年繁华肯定会代表 中国的电影和电视剧出海 去参加很多的奖项的竞争 王家卫加繁华 加胡歌唐岩新之类 这是一个非常令人期待的阵容 期待在嘎那看到他们 期待在威尼斯 在柏林 在艾美奖 在金秋奖看到 我们的电影繁华 电视剧繁华 再说一遍 繁华豆瓣评分8.6太低了 应该在九分之上 点击